到今天的核心问题了 出国了,来了加拿大了 中国人要不要换一本加拿大护照? 哈喽大家好,我是尤三,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今天的视频超级的简单,就是两个人坐在这儿跟您聊天 聊天的嘉宾是我的老朋友,DC老师,你好! 哈喽大家好,尤三你好! 对,我跟DC都已经知道今天要聊什么了 DC老师知道今天要聊什么吗? 知道,你应该回答不知道的,开玩笑 我们商量了一下,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这个人移民也好,出国也好,来到加拿大之后 要不要换成加拿大护照? 这个话题真的是网上众说分云很多年的一个话题了 相信我跟DC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先说我的状况,我是来加拿大10年了 通过技术移民来的,现在为止我还是中国护照 待会我也可以去分享一些拿中国护照在加拿大生活的一些体验的内容 DC老师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现在状况,我也中国护照,也是移民过了有几年 然后我老婆是新加坡护照 她是新加坡人 新加坡人,新加坡护照 然后小孩因为在这边出生,自然有这儿的护照 然后也有根据我老婆妈妈继承的血缘的新加坡护照 所以具体来说你们家小孩是有两个护照 对,两个国际 加拿大国际的护照和新加坡国际的护照 而且这两个不冲突 对,不冲突 你看看 但是在21岁,22岁之前 要选一个 新加坡要求你要选其中一个 就选一放弃一个 选一个放弃一个 21岁的时候 21岁的时候 OK,这个都要先聊了 我跟DC老师不一样 我没有这么厉害 找新加坡老婆 我找的是北京媳妇 我们都是中国护照的话 我们的孩子是娜娜在北京出生的 她是中国护照 到现在也没有换加拿大护照 小孩十来岁 第二个孩子现在七岁了 她是在加拿大出生的 在列治文出生的 所以她是生下来就换了一本 就换到一本加拿大护照 跟中国就无缘了 聊聊我简单的感受 就是我们出去有点麻烦 我最畅通无阻的是我儿子 但他自己也玩不了 所以不还是得我们带着 所以我们出去会发现是三本中国护照 加一本加拿大护照 这么出去玩 你比如说去西亚图 过关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最简单的 我们仨就得比一般的护照多问一些问题 这样小小的区别对待一下 这次我们刚坐邮轮也是一样 那达大的护照就是我儿子的护照是 畅通无阻的 我跟娜娜两个中国护照 中途还要收走去 收上去一下 因为他们会在大概第游轮 最后几天的时候收回去 再由加拿大的海关 有一个确认的动作 再在最后一天还回来 当然儿子的加拿大护照是没有这个 顾虑的 就直接畅通无阻就玩了 DC老师因为也各个国家到处老跑 你有感觉出不同的护照有什么不同的情况吗 待遇吗 肯定是有 我觉得当然最方便的就是来回 出了中国以后来回跑的话 肯定我老婆的护照还有小孩的护照吧 是最无敌的 是确实无敌 因为最新的今年的最新排行榜 新加坡护照是以190多个国家排世界第一的免签 对 然后我就会稍微的麻烦一点 然后需要签证 需要检查的时候也是重点的 稍微重点一点 其实我们都能感觉到 在过一些关口的时候 有被多问一些问题 程序上来讲 可以理解 但是也是能够感觉得到的 所以就到今天的核心问题了 出国了 来了加拿大了 中国人要不要换一本加拿大护照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我先说我 我刚情况跟大家都交代了 到现在没换 是因为一些顾虑 第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中国护照 没有你那么什么21岁才选 换成别国了 理论上就不能保留中国护照了 当然我知道社会上有些骚操作 那是另外的说法 但是理论上来讲 你是不能够两个都占的 鱼与熊掌都想要是不行的 是 那我涉及到一些还需要回国的考虑啊 在国内想拍一些视频旅游啊等等 包括家长在国内经常想去看望他们呀 在这样的考虑下我还暂时没有去换这个加拿大的护照 DC老师怎么考虑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这么多年下来以后 我觉得没有一个绝对的准确的标准答案 是 这个肯定是根据每一个人 根据每一个人家庭的背景情况 是 他的生活轨迹模式 这些东西然后 完全不一样 是 每个人的选择 可以具体想象吗 具体来讲就是正规的常规合法合理的话 我觉得对于我现在的状态 我可能会选择就是 最终就是入加拿大国籍 因为 首先我家人都是就是没有中国国籍外国籍的 对 然后我们我想就是全家他经过这次疫情以后 我觉得 就是不一样国籍 特别麻烦 你我们三个人三个国籍 四本护照 然后再加上好几张封印 好几张那个三套那个PR 然后就去哪个国家吧 都特别的就是 繁琐 其中有一个人 或者说其中有两个人 总会有这个麻烦的这种情况 拖后腿 拖后腿 或者说就是总是有一些就是 不是很benefit这样的 不太顺利 不太顺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想就是 无论怎么样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以家庭为主 我肯定是要和我家人 或者我家人跟我是一个channel上面 对 同意同意 对 我其实跟着这个DC老师的这个补充 我觉得就是很对 你说的很对 就根据不同的需求是不同的情况 在一个除了家庭之外 我觉得根据工作 日常的生活习惯都有关系 财务状况 对财务状况 比如说这个人他可能有很强的政治的诉求 他希望在加拿大当个本地的正义 政治方面的议员 会想从政 这个时候 包括你想在本地当公务员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加拿大对公务员的要求 也会虽然有的是不能明令写要怎么怎么样 但其实他都会趋向于你一定要是要有citizen 就是有加拿大公民身份 可能才会更便于你找到这样的工作 所以你如果这方面职业有诉求 可能你成为公民是一个必须的一个步骤 还有的就像你很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里边来 你为加拿大的投票 参与里面的行使你的权利 这个时候当然也是citizen是必须的一个 有他您才能投票 否则跟您没什么关系 再说一个生活在加拿大 可能好多华人朋友也会遇到的 我有好几次我遇到过 我跟一个当地的人聊得好好的 他正好可能也是个学校的董事会的什么 或者今年市医区要评个什么议员什么的 聊得好好的 他对你很热情 聊着聊着就聊到他最近要参加一次投票选举 希望你能够支持他 当我蹦出那句我是枫叶卡的时候 我拿的是枫叶卡的时候 你就看见他的热情 揉的一下就剪下来了 没法聊了 当然人家很礼貌 但是你还是能感觉到 他跟你没有那么热情的交流下去了 这是一个很可以理解的问题 就是你如果是公民 他对你就有说俗一点 就对你有需求 他希望跟你沟通 讲他的诉求 讲他的想法 然后从而获得你的帮助 但是你再支持他 你不是公民的时候 他得不到你的选票的支持 他得不到你的帮助 我还有一个事是有一次遇到一个我的观众 他正好也是说他刚办成公民 我就问他到底有没有实质上的一些差别跟变化 他回答的特别的让我有一点点小受震动 他说我感觉每次过海关感觉都不一样了 你懂他说的这个意思吧 他说他能感觉对方从看他到对待他到具体问他那 都完全不一样了 就是当他拿到一张加拿大的护照去过这个 比如说去西雅图也好 或者坐飞机也好 他带了给他直观上的感受的一个的变化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咱们提到这两者的一些区别的地方 DC老师在这边方面有什么有其他的听到的一些 别人的感想的分享吗 我觉得我自己都 你说这些有些点 像你都感觉到 我都感受到你想我出去的话 我们三个人四个护照 然后我们要回加拿大的话 我中国护照加上枫叶卡的待遇 但是我以前是拿中国护照加上学生签证 工作签证这种 我也都享受过 然后去到待遇是不一样的 稍微有一点区别 然后我老婆她拿着这种世界No.1 Powerful的这种护照 她来美国来加拿大 没有任何签证的情况下的这种待遇 也是不一样和我 就是你看见身边媳妇 对 同样的一些我们俩都是一起的行程 然后我小孩是加拿大公民 她入境的时候 我们三个人三本不一样的护照给她 对我们也都不太一样 还是有像你讲的那样 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有直观的差别 老实来说是这样的 我还是说游轮这个事 就从具体的流程上来说 我要带好多东西的 我要带我最新的这本中国护照 我还要带我过去的印有美国Visa的 十年有效Visa签证的那本护照 所以我至少是要带两本护照的 而我儿子就带一本自己最新的加拿大护照 就完成了 除了这个护照颜色不一样 人家省事了 对吧 他就不用带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一些护照什么的了 包括我刚刚说的一些流程对待方面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 所以要不要换呢 我觉得也是因人而异 咱也得说说中国护照的好处吧 我觉得 这么说吧 我觉得就是中国是一个特别包容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是 他对于就是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的 求生欲望一下就强下来了 继续 继续继续 OK 他对于我们海外华人的这种包容 就是回国啊 这种包容程度 是完全我觉得在任何一个国家都 你很难体会到的 你展开说说 比如说吧 就是你有中国护照 是 你去办 你在 就是你拿着中国护照回到中国 和你拿一个外国护照回到中国 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区别 这个我知道差别还挺大的 差别很大 你不是加拿大人去到中国 他只能住涉外有点 对 对吧 你连过宫的门票都是两套价格 这你知道吗 对 知道吧 观众朋友肯定也知道 好多著名景点 是国外外国人一个价格 中国人一个价格 而且你没有那些中国人的那些能就是享受到便利吗 享受不到 什么你也没有办法实名制那些东西啊什么什么 你要不然就是啊 用的朋友得帮你弄这个 你刷不了微信 刷不了这个网 这些都弄不了好多 对 这些就是你生活上便利 你如果没有中国国籍的话很有可能很容易就是完全就没有了 那你这个你再回到祖国的话你就会觉得有一点就是确实不太行 因为中国其实发展的很快 对 这些论很便利给人提供 对 所以因为我们还是从这个华人的身份来讲 因为我们毕竟像我们这种都是二三十岁三十四十岁才涉及到一个出国 我们跟现在小朋友不一样 那我们其实还是对中国第一个有更多的关联 第二个我们有长辈在家里边还非常的惦记 我们不可能完全斩断这个关联 加上我说实话我还是很热爱我的祖国 每次回到祖国的旅行遇到那些新朋友老朋友 我也很希望跟他们有长久的联系 建立一个很深的一个关联 所以这个时候有些东西确实是割舍不断的 加上我们中国的情况通过这个高速的一个发展迭代 现在移动支付便利的物流 超级强大的网购 这些东西你说你需不需要 我觉得还挺需要的 每次回去买个东西 去吃个好吃的 这些东西是我们回国也是必须经历的 不想完全隔断 真的你现在拿个信用卡回中国 这些你都享受不了 你信不信 你是知道你懂的吧 完全不一样 反正你说这些便利的生活 还有中国人本身就是自己这种民族的这种感觉 什么的 就是千丝万缕的这种思乡的这些情谊 什么的 我觉得就汇总到一句话 无论你这个人是不是是哪个国家的国籍 你但凡曾经是中国人 你拿着中国这本猪肝红的护照 你这辈子永远就是中国人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两个求生欲望非常强烈的男人 在这聊天呢 还真是 有时候你说咱俩一回北京一吃饭 人家八个人全都是微信BBB就AA了 咱俩怎么 臭不要脸让人家买 对 那不合适 所以但其实不至于 咱俩都有微信之后 咱就是假设那个情景会有一点尴尬 会有一点尴尬 这是聊了聊这个 但正好因为请BC老师来 你又有新加坡这个国家很多的不知道的知识 跟大家分享一下新加坡这个国家的护照 有一些什么样很有趣的 可能大家不知道的一些特点 对 我觉得新加坡首先 就是我是一个新加坡女婿吧 就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新加坡又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一个社会 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种类型的国家呢 就是和这种华人在里面involve的这种程度非常的高 所以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在新加坡也觉得生活还是有非常高的这种融入的感受 OK 对 一定程度上 因人而异对我来讲是这样的 然后有一个有意思的事 其实今天就是说和护照相关的 对 和国籍相关的 就是去年底呢 就是说想我那个日本五年签证 快到期了 然后过期了 过期了 就是疫情中间就过期了 然后呢 说想今年就是提前 想去年一开 就是说办一个今年好出来去玩一玩疫情结束以后 是 在国内呢正好赶上那个12月最最最最重的这一波 结果什么使馆也关了 然后又又什么就不给你办呀 难办 很难办 最后是停了 停了就办不了 然后等于计划就打破了 这时候我们就正好也回到新加坡 到了新加坡 我就去新加坡的日本大使馆 然后就办了一个 还真就给我办了 然后我就觉得 这挺有意思 后来我给你创考人问了一下 我说我提供这些中国的材料 他说我们不看别的 就看就是说你在新加坡是什么一个状态 他说不看中国的状态 我说OK 我说那我在新加坡的话 就是这个 我妻子是新加坡公民 就是什么 我说她可以作为新加坡的担保人 来给我就是担保我这日本的签证 然后直接就提供了一个 我老婆的护照 复印件 然后什么什么这些 当然基础的一些 就是流水打了一些 我们的账户什么的 然后就直接给我办了五年 OK的 就是等于这个呢 五年现在是在中国的话 你得提供一个税务年度 交八万人民币以上的 七八万以上的税的 这样的一个证明 大概是五十万左右的收入 你工资收入五十万 你才能达到八万 那没多少人能达到 对 这还是有一个门槛的 因为这五年多次往返 然后我去新加坡就因为就是说 我妻子是新加坡公民 所以就给我办了 毕竟是地球地表最强护照 对 我觉得那挺幸运的 反正 幸运它叫强 可能是有这方面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人家会觉得更信任吧 这种程度 和这种就是 怎么讲 就这种credit 还是比较高的 OK 这确实会有这么一些差异 因为你像我爸妈 几年前 五年前来温哥华那次 我就是在他快回去的前两月 我得知老人家在这边办美国签证 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我才去试了一下 结果真的很容易 递交了一下 我都没上去 半个小时 里边还有说普通话的美国人 伺候我爹妈 半个小时就出来了 就办成了 他们这一生都没有想过的 美国签证 在他们俩二位老人的护照上面 随后我们就去了西雅图 随后我就带他们去了 上纽约 那个事是我这辈子都特别开心的一个事 因为不去 他们可能这辈子就没有机会 可能不是可能 可能应该是说绝对就没有机会 去到这个又破又神奇的纽约了 对吧 是宇宙的中心 然后我们也去了时代广场 去了十天 还去了这个川普当时上班的白宫 但是他们自己都感叹 他说哎呀 这个事办得真好 倒不是说夸美国好啊 是他有这个想法要去看一下 然后去看完了 他说如果让我们回到湖南再办 这事就复杂了 要递到广州大使馆去 然后国内的美国领馆签证的办的申请的经验体验是相对没有这么宽松的 相对是更严格 也许也能办成 但是二位老人家是不是还得折腾一大趟 对吧折腾一流够啊 我觉得你这个例子是一种就是如果说我觉得帮你翻译成就是说白话 白话大家就是国内的很多的就是这种听众或者观众他们能理解的状态啊 就是这中国吧特别大 然后你这十好几亿人 这美国他有多少使馆 他能给你涉及到每一个小城市大城市的 所以他就一个区域区域的 但是咱们这不是人少吗 咱们这就只有这么跟比北京多一点 那不是啊 那你温尼泊的也得跑过好来搬呀 但是他这种load就是这个什么就是一个capacity还是不一样 那倒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他照顾这个他这一设置一个使馆可能能辐射两三个省了 是 所以就是说相对来讲我觉得那大部分的这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以上的人 他是加拿大公民不需要办签证 那就是说一些外国人所以也可能就够了 是我们聊天的时间快差不多了 收尾再聊点刚刚提到的骚操作 因为我们其实多多少少都耳闻或者身边有一些人做一些骚操作 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就是说如果有的朋友是中国护照 然后他又想换成不管什么原因吧 想拿到一本加拿大护照 同时他又想鱼翼熊掌都兼得 他希望那本中国护照还能依然用某些骚操作保持有效在中国用 事实上是有不完全合规的可行性存在的 一般都会怎么去做 这个听一些朋友曾经就是讨论过这个吧 我身边也有的 对他们就是说你好像你可以就是在这边入籍 然后你再拿一个别的国家的一个怎么样的一种身份 然后你就去可以从那个国家怎么来回走 保持什么的这些 你这个复杂了我直接讲白话给他听吧 我如果鸡贼的拿了一本加拿大护照 我又想中国护照不过期 我应该怎么干 我这个问题就这么个问题 那可能我知道的我的朋友的操作就是 他每次都不飞温哥华 他有拿中国护照的美国签证 先飞西雅图 再从西雅图坐个车进来 就回到温哥华了 他每次 我把我说的跟你说的朋友是不是一样 他每次离开回中国也是 可能先去到西雅图 再飞回到 但这个西雅图只是个桥梁 你可以把它替换成新加坡 替换成日本 替换成韩国都可以 这么着 因为还是因为各国国家之间 这个数据并没有完全打通 所以他无法去check到 你是用 你是不是这次旅行持有了一本加拿大护照 我听到的是这样的 我觉得可能应该大相径庭 差不多 大相径庭是相反的意思 不是大相径庭 应该是一曲同工 一曲同工吧 可能大概就是你总 好久不回国了 成语都忘差不多了 你可能总是有一个什么 他们叫什么第三国 一个中转的方案什么什么的 当然这个肯定 这是不符合中国国际法 我们作为中国公民 肯定你不能走 这种就是外面携带这种东西 我们也不想通过这期节目 提供这种攻略性的一个参考 而且我觉得对于我们这样的人 首先就是我们你就是在这边 你都已经十年没有回过三次国 是 我这个就是回国也就是看看父母 这样来回跑一跑 我也不需要一定在这边 或者一定在中国 你可能就是说家庭 就是学习 还在这边上学了 所以在长期来讲 对于我们来讲 说实话都没有这样的需求 是 其实这也就是说回到最早的 前面我说我的状态 我为什么依然保留 我的中国的这个护照 就是可能目前这个状态 依然是现阶段 我个人的一个情况来说的 最优结 那也许以后不一样 也许可能小孩以后长大了 我自己对于居住地 或者对于我的人生的计划 日程有相应的调整的时候 那可能我又再去采取别的 比如说未来也许我决定从今天开始 到我死去 我都永远不会踏入中国的土地了 那这个时候留一本中国护照 也许对我就没有多大意义 我也许这个时候就会去申请一本 完全换成一个加拿大的一个护照 但如果说我未来想要回中国养老 那可能是另外一个打法 另外一个计划 我觉得有选择还是一个好的事情 这个也是讲到移民的时候 我就讲说 有的很想纠结移民是好还是坏 我觉得不用纠结这个 我觉得它是给你多一个选项 对不对 我们做事情的时候 就一个单选是不是很尴尬 有好几个选项 你做事情才能游刃有余 可能选择起来也舒服一点 这一点我相信DC老师也是同样的感觉 是不是 对 这些年我也被磨练出来 磨练出来了 磨练了 有些疫情给磨练出来了 也给磨练出来了 疫情也给磨成了 疫情这三年 觉得就是 现阶段我觉得以家庭为主 然后想做些什么 尽可能的动作脑子 就给这事儿 轻轻松松的 能做完就做 也不想想那么多 有点意思 好的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到这为止了 感觉不是太深入 观众肯定想听后边那个骚骚做的 但这个也不是我们的目的 更多是开放式的一个话题 观众想聊聊 也可以讲讲你的观点 激进的 这派的 那派的 都没关系 我们都开放的 接受大家的一个探讨 DC老师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人 有很多有趣的小知识 都是很乐意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找机会再约上嘉宾一起坐在这儿 跟他视频里面再聊天 结束的时候还有没有说什么关于今天话题想跟大家补充的 我觉得通过疫情三年吧 大家今天现在也熬过来了 想做点什么高兴的事 想尽情的享受生活和家人一起爽起来 就去做 你的意思 马上就做 Just do it Just do it 没有什么后悔的 看鞋也是Just do it Just do it 加油 好啊 一起加油吧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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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